从今天开始,中国北京市实施被称为史上罪严禁烟令 所有餐厅、办公室和公共运输系统都将全面禁烟 不但订定高额罚款,个人或公司违规三次以上 名字将公布在政府网站一个月 中国名列全球最大烟品消费国 有高达3亿的吸烟人口,根据规定 北京所有公共场所,包括餐厅、办公室 大众交通工具等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要实施禁烟 另外,开放式空间包括国中小、幼稚园、儿童福利机构附近 文物保护单位、体育场、观赛区、儿童医院外 就连在排队的队伍中也禁止吸烟 也划定区域禁售烟炒制品 围者将处以最高200元人民币的罚款 多次违规者不仅将处以4000元的重罚 还将政府网站公布姓名作为警示 有 aussi优优优独播 可恁 a 可恁 人 不